好那接下來呢你要去改這個hosts 你的這個DNS Server上面的hosts要去改他 那你要加上什麼你自己這一台IP的名字是什麼 那像我的話我會多一個DNS DNS 或者單名一個DNS這樣子 就加這三個 好那除此之外呢我們要去改ETC底下的sysconfig底下的network 那network我們在之前的練習 NIS domain什麼那些都不用動 那你可以再加個hostname 如果你之前有設定過hostname 那你對應這次網段的設定 麻煩請設定成一樣 那hostname的部分就是 mslab.asia.tw 或者是你打DNS點host點這個mslab.asia.tw 就是這邊的名字你要調個 那我的習慣會是用DNS.mslab.asia.tw 這樣 好那設定完之後呢 假設你開機你就會發現 或者隔一段時間你會發現怎麼 這個 這個 resolv的這個設定檔呢 他的內容會改掉 因為他的這個 檔案內容你如果是用DHCP去抓IP的 假設你的主機是用DHCP抓 IP 那DHCP每個段時間會去 同步一些資訊 那就會被修改掉 所以呢你要為了要避免這樣的問題 你可以去修改ETC底下的sysconfig 一個 然後裡面有一個network scripts 這樣的一個目錄 這個目錄底下呢有一張就是網卡的部分 Ethernet0 好那你在這一行在這個檔案裡面你多加一個peerDNS的設定承諾 喔peerDNS 設定承諾 好設定承諾之後呢他就不會去被更新了喔 好就是我們在這邊onboot的當然要啟動 網路嘛再來就是peerDNS設定承諾 那DNS設定的部分 Domain server的部分你就要改成是什麼192.168.56.102 那因為我們剛剛 從前面的設定一路看下來我們都知道56.102呢是 這個DNS server的IP 好那都講完之後接下來我們要講 剛剛在主要設定檔裡面有提到兩個 Database要 設定喔一個是 正向解析一個是反向解析 好那我們就必須在 NNMED底下 新增這個檔案 db.mslabel.asia.tw 那你去新增它的時候 做什麼事情 內容就是打這個 前字號 ttl86400 然後小老鼠 印 這是 darsign 這前字號不是s 然後soa mslabel.asia.edu.tw 注意 tw後面還有一個點 那過去在練習經常有遇到同學 這個點忘了打 所以就一直 無法成功 這個tw後面還有一個點 然後呢 root.mslabel.asia.edu.tw 後面一樣有個點 然後再過來是一個小括號 一對小括號在這邊 然後接下來就是 他的這些資料更新的 這個 時間序 每隔多久要做更新或者刪除或者 一些 相關的設定 好那我們可以可以看到 這個只是一個序號而已 這個只是一個序號 好那我們的習慣呢 就是以你在建這個的時候的時間 日期當做一個序號編碼 這沒什麼太大的關係 但是他 如果說你可以把日期資訊寫上去 你至少可以知道一件事情就是 這個檔案是什麼時候建立的 然後再來就是三個hour 三個小時更新 然後15個月做什麼樣的動作 然後一個week 一週然後一天這樣子 好那就照打這樣下來 然後前面這個at 是指本機 然後本機 inns 就是這個 mslab.asia.tw. 記得後面要加一個據點 再來ns呢也可以用這個名字 所以 我們在打的時候你可以DNS開頭 也可以直接打網位名都可以 反正有這個DOMINION SERVER都可以去吃到 再來呢 本機 in 這個a我們剛好講過a是代表address 他的IP就是192.168.56.102 好所以正向解析的時候我如果遇到前面是DNS 就是in 就對應到IP是這個 an address是192.168.56.102 好那如果是Triple W的話我們就是in A 然後呢192.168.56.105 好那FTP的話是在103 我們就做這樣的一個正向解析 那反向解析的話我們一樣在NNMED底下新增一個檔案 假設打名字長這樣 然後內容就是這樣子 86400 TTL 然後上面這個跟剛剛正向解析一樣 就打soa 然後mslab.asia.tw. 這樣子 然後呢這個 需要寫法可以仿造這樣子寫也可以用這樣子寫都可以 你可以仿造這個正向解析跟反向解析寫寫寫寫寫寫一樣沒有問題 再來底下這個小老鼠就本機inns這邊就照打 那是第3個是inptr指向到哪裡去這樣子 再來 102這個IP就是這個網段底下的這個IP inptr就是它的point反向指向到哪裡 dns.mslab.asia.tid WG的後面都要個據點 那103就對應到FTP點 這個後面長串 然後105的話就是TripleW點 這個 MSLAB.Asia.tw 記得還是要個點 正向跟反向解析好就設定完成 設定完成之後呢 做什麼事情 你要把防火牆放行 53號POR而且 UDP跟TCP都要同時開 所以我們就用sudo firewall command add for 53 slash tcp 然後呢Polymer 把它寫進去 再來就是 UDP打開 然後啟動服務的話就是 System Control 然後呢Start NAMED 然後再來是什麼 這個 Enable NAMED 然後記住 這樣就可以了 好 那 因為我們剛好有一些 這個修改的動作 包括hostname那些 已經做了一些修改 所以我們就把它重新啟動機器 重新啟動完之後就可以做測試 那測試的做法呢 你可以用dig dig就是挖掘的意思 你去dig triplewenslab.asia.tw 好那這邊就會查出來 他的 好答案在這裡 答案在這裡 答案 然後呢是哪個主機在查 就在這邊 他的 微硬的伺服器是這個 如果答案是出現像這樣的話代表正確了 你的DNS server有在運作 好那接下來我們看一下 Knight端的這個部分 Knight端的話 這是其他的主機 你在設定的時候 記得要去把hosts 做修改 然後呢 還有resolve 的config檔 去修改一下 好那resolve檔 裡面呢 他定義的就是什麼 name server 兩台 那我們在裝VM的時候是 192.168.95. 這個學習用的是.1.1 那 在 各位設定的時候 就變成是你的 第一台name server 要改成是什麼 就要改成是你的這個 剛剛架式的那台主機的IP 改成那台IP 那除此之外呢 hosts 記得要去改 比如說你這台主機是扮演 TripleW的 那你就要去改他 那這個呢 是 代表 你的這個 郵件主機是 你的這個DNS SERVER是誰 那如果你這一台 是TripleW 那你這邊打的就是 105 然後呢 TripleW MSLAB 這樣子 就把它打清楚 好那再來就是 Network 這個設定檔裡面 那你要改這個host 的name 改成誰 如果你是Knight端的話 記得要改成 TripleW.mslab.asia.tw 因為你這台Knight端呢 是當 這個TripleW的 好那這個呢 是一樣 Knight端如果不希望 Dominium server一直被改掉 那你就必須要去 這個 網卡這邊 網卡這邊去設定 他的這個 DNS1 那設定層是這個 56.102 設定好之後呢 要重開機 他才會 取得最新的資訊 好那你在測試的時候 你可以從別台主機 直接打host 去查 TripleW.msl 16.tw 這個是一個指令 你可以透過他去查出 他的IP是多少 或者你用 NSlookup 一樣呢可以查出 你的Dominium 對應到的 這個IP是多少 那你應該要查的是 這個 像我們在這邊 測試的是 用學校的Dominium 來查 那他回應的不會是 我們自己的 這個 DNS 因為我們自己的DNS 並不會 認得這個 因為那是我們自己假照的 那他就會跑去外面去問 8.8.8 這是Google的這個 DNS 他就回傳 他的IP是多少 那你一樣可以用DIG來做 DIG 這樣子 OK 然後反向解析 你就在 -T -SOA 這樣子 他可以去查 那你要反查的話是要加-X 這邊-X 你有IP 然後-X 反查回來 你就會發現在這個IP底下 IP底下他有這些名字 他叫 TripleW102也可以叫 AsiaWeb 也可以叫TripleW Asia 也可以叫Asia.edu 也可以這個 DemoWeb 這樣 你就可以知道說 同樣的IP反查回來竟然有這麼多名字 這是 反查之後的結果 OK 那這個是同影片的部分 我們來看一下實際操作的部分 好那為了介紹 所以我開了三台VM來 示範 那各位可以看到這邊呢 這邊好左邊這邊是一個這個 主機 那他的 IP是192.168.1.107 我把他拿來當作 Domain Name Server DNS 那右邊這一台呢 他的IP是 1.108 那我要把他拿來當作 這個TripleW 那我們的網域呢 叫H304Lab.Asia.edu. TW 好那有了這兩個之後 這個呢 我們 我之前沒有設定到 我們先試這兩個 好所以我們安裝完這個Bind之後 我們來看一下 Named 好 那各位可以看到我們在 這個主要設定檔裡面 Hint的部分沒有動 但是我們多增加這個 然後呢這是我們給定的檔名在這裡 正向解析 所以我現在選的這個部分呢是我們剛剛 自己加上去的 好那有一個正向有一個反向解析 就這樣子 然後設定完呢就可以離開 那除此之外我們還要 Poster 這邊呢我們去 做一個修正 就是 因為107 這台呢就是DNS SERVER 所以我就加一個DNS 好點一點點 TW這樣子 然後另外一台108呢 我們是把它設定成這樣子 好那如果說我有再多一台對不對 我們剛剛看到是109這一台 假設我們要把109這一台未來呢 請他去當什麼 面色 好那我就在這邊加mail 這樣子 好然後除此之外還有這個 好那這邊呢我們必須要去設定 我們的這個DOMAIN NAME SERVER在哪裡 192.168.1.107 好這是主要的這個 這個 DNS SERVER 然後這是次要的這樣子 然後還有一個 VIM ETC底下 SYS CONFIGUR Network 好那Network裡面我們要增加一個 HOST NAME 然後呢把名字打上去 HOST NAME改成是這個 然後我們剛剛有講說我們resolve那個檔不要他每次都被改掉所以我們用什麼 SYS CONFIGUR Network 以下 好所以我們在 這個IP是固定的不要去動他 但是我多加了這個 這是多增加的 PeerDNS 等於NO PeerDNS 這樣子 就多增加這個那DOMAIN NAME SERVER DNS1的部分我們改成107 本來就是他 本來是.1.1 那我們 為了要模擬所以我們把它改成.107 好那這邊都設定很 好之後 做什麼事情 BR底下 然後NMED 好那各位可以看到這邊有幾個檔好是我們後來增加的第一個呢是這個 這個是正向解析這個檔 然後這是反向解析 好那我們先看一下正向解析的檔我這個檔本來不存在的是我們 後來加上去的 所以我們用VIM 好那這邊的寫法就是如同剛剛在同影片上跟各位講的這邊加了這些東西 然後這邊呢 我就有幾個IP的名字好做了一些設定 好那這邊我們改成MAIR 假設有個MAIR SERVER IN A 然後呢這個 Triple到 這個是9 這樣子 好 然後正向解析 結束之後 然後我們看一下反向解析 db.1.168 好 那各位可以看一下這個內容呢跟剛剛都一樣 那 上面的部分一樣 底下的部分呢是 PTR就是從IP指向到哪裡 從IP指向到哪裡 剛剛好像沒有改 這樣MAIR.host 是這樣 那 設定完之後呢就要重開機 那 關於 啟動服務的部分 就 SYSTM CTL 然後呢 START 那因為我之前已經啟動過了啊 所以我用RESTART 那如果是第一次啟動的就是START 好那這時候你就可以去試試看喔 DIG 比如說我要是TripleW點 H304 Lab點 SIEDU點TW 然後他查出來告訴你IP在108 IP在108 而且他的這個什麼 他的這個回應的主機是107 然後呢 53號POR 所以代表他的確 你家的DLens SERVER呢有在回應 然後如果說我們再查一次 DIG DIG 然後呢MAIR. H304 Lab點 OK OK 然後透過 1.10753 這台主機幫你回應 他告訴你說這個 名字對應到的IP 是他 那代表查詢成功 那反過來說 假設我現在要反向解析的話 那我要怎麼去查呢 我就用DIG DIG-X 然後呢 這是什麼 我們要去查 192 168 1.109 這台呢目前 他的名字是什麼 好一樣是透過 1.107 回應給你 那他的答案叫做 MAIR.H304 RAP.H 1.109 這樣是對的 那就沒問題了 就代表正向 反向解析都OK 不過 我們剛剛測試的都是在同一台主機上 那別人來拜訪他去查資料 是不是可行 我們就從這個 我們先從108這台來看 那108這台他既然要當Cline呢 他是這個 DNS底下所管轄的 那我們要去看一下 我們要去改什麼 ETC底下 的這個host host 這是 我一樣的我就要把自己因為我自己是TripleW 所以我把它改成TripleW 這樣子 我改成TripleW 然後107一樣還是DNS嘛 然後自己的話就TripleW這樣子 這樣可以嗎 其實在這邊你不打他沒有關係因為他 107這個我們現在 不是用NIS在管 我們用DNS來管 所以這邊其實你不打 一樣是可以的 好那這個設定完之後還有什麼 Sysconfig network 好那這邊呢你就要去指定你自己的hostname是什麼 TripleW 設定完之後 我們還有一個 ETC底下的result 好 點config的檔 那這邊記得你要把DOMAIN NAME SERVER 主要的那一台設定成 107 0107 這樣他才會找到對的 DNS SERVER去詢問 好 一樣的我們怕那個檔被改掉 所以我們就要做什麼 Sysconfig 裡面有network script 然後呢有 網卡的部分 我們要去指定什麼 DNS 107 DNS1是107 然後呢也要加入一個peerDNS等於none 這樣子他才不會一直去更新剛剛的檔案內容 好那這樣子做完之後DNS SERVER都已經指定完了 對應完了 那我們要做什麼事情 因為你 假設你的hostname是 這次修改才完成的那記得要重開機 你的hostname才會是對的 那當然你也可以用其他方式 來改好你只要把它設定成當你打 hostname的時候 他出來的名字呢是對的 那就沒問題了 好那一樣的你就這時候你可以去DIG 這個 Triple W.H304 好查出來的結果呢是 108對的 然後是哪一台SERVER再幫你查107 那就代表 你的DNS 從你這個108這台可以連到107這台DNS SERVER 好沒問題 好那 我們再試另外一個 喔那一樣的我們試試看假設這邊是mail 我要查mail 有沒有 他查到109這台所以代表什麼這樣子是OK的 OK好那這個呢是代表說可能來端區透過DNS來查 有查到這樣的結果 代表我們的DNS設定有成功 好以上是DNS SERVER設定的 這個介紹提供給各位分享 DNS